我昨日 你别再难播 心里我都不想再说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来自Glarus Timepiece GTC 4的小周 好久不见 你们的手表是不是常常遇到以下这种情况呢 我昨日 你别再难播 心里我都不想再说 那手表贴膜到底重不重要 对我们的手表有什么好处呢 今天呢 我们就要去看一下手表贴膜的过程 Let's go 来到这个Bangsa Mu Templar 名表店这边 来体验一下贴膜的过程 Let's go 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Mu Templar 它门在哪里 哦 这个 这个 有Password的叻 要敲门的 到底这个手表贴膜有多重要 到底这个手表贴膜有多重要 Bangsa Mu Templar 所以手表贴膜基本上就是保护 手表的一个贴膜 它就可以防止手表挖伤 所以你卖手表的时候就比较有值钱一点 然后可以防止那些敏感的人戴手表 然后对铁敏感的人戴手表也是好的 所以我们的贴膜也是不会黄 容易撕掉 然后看起来会很轻 你卖表的时候 就价值会比较高一点 哦 原来还有这个好处 是的 所以现在我就要把毛巾敲到的手表 就要给Rub了 今天我们就回到 这里来拿我的师傅 经过一天一夜的挣扎 黏出来的手表 那我拿了过后叻 讲真的 真的就是 看起来完全跟没有念之前是一模一样的 戴起来的那个感觉也是一样的 就是那个触感什么的 色泽什么的都没有被影响 就真的 基本上是看不出有黏过这样子 但是 它就给了我一种 男人给不了的安全感 也不是说什么啦 就是说 你们之后就是有这些比较好的表 黏了过后 不是叫你们去敲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 就是不小心抠不到什么的 就没有那么心通了 所以我们要谢谢Rub 谢谢 然后有谁呢 是有兴趣黏着手表贴膜的话呢 就是可以留意 以下的那个留言板那边 会有更多的相关资料 拜拜 那到底这个手表贴膜有多重要 我们就交给Ralph 来帮我们讲解 不是讲解解释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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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哈哈哈